到一半的人一直在說做活動要2、3、4、5月才能出塞 包括台庆上工蓋車科3年的學生 在每一個學期一百四十點前就學到跟業界一樣 甚至是超前的蓋車班間噴出定期 蓋車中心班間科刷 這個技術跟手機要學習 也要用2、3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出塞 不過台庆上工蓋車科3年的學生 用每一個學期的時間 算了來只有140點前就學到班間 修好科3技術 厲害時又把學校裡面一台整年的老車轉身精修 先插插等待在你綜合所心明鏡 是車是車 讓這五位同學還沒很大 不過看到中心換班間科3的汽車這麼完畢 真感謝老師的資訊 服裝很辛苦也很累 身體也會用得髒兆兆 就是這樣子學習下來蠻值得的 怎麼說 因為學到很多在外面學不到的得技術 例如一開始從不會補土研磨 然後到現在會補土研磨 然後噴中土面漆跟精油 長期培養優秀氣氧靈元的大型上工 透過實作訓練 讓核心比了之後 台大馬上到立就業市長 業界來的師資 它在業界很強 那用一個學期的時間 幫我們的學生從不會交到會 然後會一個車子 從一個老車 然後變成一個很漂亮的新車 在塗裝的方面是非常新的 那我們的所用的一些原料 原料全部都是水系 是無堵的 所以未來汽車科的發展 不將會是只有引擎 在2030年之後 我們的汽車會變成電動車之後 我們以後我們的車子 就一定會在版本方面做一個發展 在學校期間就習得一技之長 所以我跟校長報告之後 校長也支持我們 我們改掉過去訓練單位所謂的競賽導向 改以就業導向的方式 讓學生在學校 就使用業界的器材 熟悉業界的作業流程 去修科的學習方式 也能做得完 不要起身跟其他科學比起來比較高 因為基本工精災 出路很快 到中華新聞林貴英 晚點菜方報道